有間隱身在桃園八德 蕭禮住宅區的宮廟 裡面祭祀的不適屬地宮 卻是鼎鼎有名的起天大聖 原來這段聖名本是 馬祖北竿王家聚落的主神 儘管祭拜歷史已久遠到不曉得 為何祖先會祭祀他 但當王家後人來到台灣工作後 也在民國68年時 從元鄉迎來供奉 延續信仰文化 算是馬祖我們醫療方面會比較差 醫療方面 以前幾乎都是問神 求個心安 像我們的爸爸我們伯父 那時候他搬出來 就順便給他請出來了 因為馬祖的親戚 幾乎都全部都來台灣了 你人都出來了 神明還在馬祖不行 沒有人祭拜 在馬祖北竿 每個聚落都有屬於 自己的神明和科儀 因此王家人也用心 在台複刻了元鄉信仰文化 除了特別請馬祖祭師 繪至草圖委託台灣師父 製作馬祖獨特的四人神教 當年也請長輩作證 還原每年重要的元宵百名 和祖神誕辰的科儀行事 以前最早的都像這個 這個教子台灣沒有做這個教子 因為他們也沒有做過 到後來我們特別請 馬祖的一些長老老一輩的 他們有做過 叫他做一個 然後後來我們來台灣 把這個樣品這個圖給他看 他在照著這樣子做 在習俗方面 我們去繞盡怎麼有習俗 我們要盆香 要請外面的神明回來 要怎麼請 就是我們都照著以前馬祖的習俗 就兒子輩的話有沒有 他們也出來幫忙 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祖先就是這樣子 以前習俗 照著我們流傳下去 給小孩子讓他們知道 而近年來為了延續馬祖信仰文化 廟方也積極培養 下一代了解並接班 而根據馬祖同鄉會專案計劃調查 像巴德大勝公正要的 馬祖元鄉信仰廟宇有九座之多 多集中在巴德地區和總理邊界 未來會每間廟來瞭解和記錄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導 所有的女人